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一个心态问题 多过一个技术问题 百伽乐呢 可以说一切都是心态 技术呢 其实是次要的 我们都知道 百伽乐呢 如果你这一手打赢了 不管是一块钱也好 还是一百万也好 你可能都有一万个理由 说得出来你为什么打对了 别人打错了 这个呢 赢的时候万事皆有理 但是输的时候呢 是否会影响心态就非常重要了 如果你上一手输了 你下一手呢 根据上一手的情况 你影响到了下一手投注方向和注码的大小 这就是一个不太好的心态 有些人说百伽乐每一手都是独立的 那我们打百伽乐的心态 每一手也应该是独立的 不要受上一手的影响 但是呢 一般人来说 如果你连续输了三四口 我相信呢 没有人能稳定住他的心态 所以呢 心态的调整对百伽乐的输赢是非常有重要的 你心态不好呢 你就会发现对你各种不利的牌都出现在了同一天 这个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在我们说百伽乐前三口应该怎么打的时候呢 我们先说一下 应不应该打 大部分人我相信 他说我看路 我不打 我要等一等 这些聪明人呢 他想等一些傻的人去打 然后呢 他在旁边观察 但是我们都知道呢 百伽乐这个游戏有时候聪明人 反倒是不赚钱啊 我这样傻乎乎的打的人呢 有时候还能多少赚一点啊 所以我的意见是要打 因为你来百伽乐 我们打的时候呢 我们在旁边观察是赢不了钱的 你最多是不输钱 你要怕输钱 干脆不要来打 你要打呢 要下手 下手呢 才能赢钱 这本身呢就是一个赌啊 好了 我说一下为什么很多聪明人呢 在观察的时候赢不了钱啊 我们上面看到这样百伽乐所谓的一个好路 有七八个庄 这个时候聪明人呢 在观察的时候 他是不敢上车的 他觉得呢 这么好的路 这么长的庄 我上车呢 会不会晚呢 他可能一直在等 有时候等了十几口二十口 这个时候呢 他懊恼不已 心态肯定不好 即使他上了车 我也不敢相信 在这么长的时候呢 一个聪明的 谨慎的人会下大柱 即使他赢了几口呢 他也觉得心态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比这些从第一口开始打的人赢的钱要少 更别说呢 他打上去第一口就输了 那个时候呢 他的心态就崩溃了 他觉得太倒霉了 那有些人说 等这个长庄爆了 你再去打 拜托你不要开玩笑了 长庄爆了 人家都赚了钱了 爆了路了 都走了 你去打吗 你这个牌就浪费了 另外呢 像我们看下面的所谓的烂路 这些聪明的人呢 他还是不敢上车 他看别人输钱 他只是庆幸自己没有输 他能不能赢呢 也赢不了 因为他没有下手 就算呢 我们看这个长庄啊 如果下了 变成了好路 你说他敢打得很大吗 在这种烂路的时候 突然出现好路 他也不敢 也是小小的 萎萎缩缩的打 大部分情况呢 我们都知道这种牌呢 有可能从头烂到尾 跳来跳去 没有一段是有规律的 但这种情况呢 他们这些聪明人如果上车 上了几口 他们也不敢打大 因为这个整体牌都是烂的 所以呢 特别好 特别烂的牌 你如果不停在观察 不停在思考 你下不了几手 你要想赢钱呢 真的是非常难啊 好了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呢 像我这种比较傻的人 在百加勒的前三口怎么打 首先 我们都要承认这个事实啊 百加勒第一口就是一个纯迷信 不是装就是闲 女生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其实我们主要的信息呢 第一手是来源于我们第一张烧掉的牌 有些人不管什么牌都打庄 有些人不管什么牌都打闲 有些人呢 见红打庄 见黑打闲啊 各种方法都好 第一手呢 我们都知道错了的话呢 我们承认这个随机性啊 我们基本不会受到我们打输之后的影响啊 打赢当然好啊 输了之后呢 不会受到影响 第二手呢 我觉得是个个人喜好问题啊 有些人喜欢打下打长庄的人 有些人打短路牌喜欢打跳 这个呢 都是根据大家随意的打法啊 第三口呢 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看路者的福音 如果第一口是装啊 第二口是装啊 我相信大部分人第三口都会打装 如果第一口是装 第二口是闲啊 我相信呢 第三口很多人都会打装啊 打这个跳 不是下就是跳 所以呢 呃 我们想一下自己的打法啊 和别的打法 我们都 必须要承认啊 我们这个前三口呢 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第一口迷信啊 第二口不人喜好 第三口是根据所谓的路来打了 下面呢 我就说一下我是怎么打的 根据前三口这个特性呢 那我们怎么打才不能伤害我们的心态啊 第一口我建议随机打啊 随便根据你的方法打 比如说你可以打装啊 没问题 你打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平柱呢 你就下一倍的柱嘛 如果你是大小柱呢啊 你打一倍三倍的柱嘛啊 一倍四倍的 你就下一个大柱 比如说三倍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打的时候是毫无借鉴纯随机啊 输赢之后呢 也不会影响自己下一手怎么打 如果你赢了呢 你很开心啊 怎么操作都可以 如果你输了呢 你接受这个随机性啊 你的第一口呢 我纯粹蒙的啊 没有中呢 我以后小心一点啊 你今天运气并不太好 但是没有破坏你的心态 第二口呢 我强烈推荐不要打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口呢 是没有借鉴价值的 出了装出了闲啊 下面呢 就是一种随机的情况 或者是下或者是跳 这种情况呢 基本是五十五十的啊 你第一口 无论你输赢啊 你第二口下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小心输了 那么你一定会严重影响第三口的下注的方向和大小 因为我们第三口呢 是看路者的福音呢 他们肯定会根据前两口的变化 如果是下打下 如果是跳打跳 而且呢 你可能会达的比较大啊 但是第三口一旦出现错误呢 你可能把前两口赢的都抹平了 或者是呢 你前两口输了啊 你第三口打一个大的 然后追回来呢 万一输了呢 这时候你连出三口心态就崩溃了 所以第二口呢 我建议是最好不要打 那么第三口呢 我推荐打第一口出现的结果 如果是平柱的话呢 你就还是打这个一倍柱嘛 如果是大小柱呢 我们记住啊 这时候一定要打小柱 不要打大柱 为什么呢 如果第一口赢了呢 第二口不打 根据第二口出现的情况 我们打第三口 第三口如果赢了呢 那么我们巩固了胜利的成果 我们赢了四倍的柱嘛 这个时候我们心态是好的啊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是开门红啊 我赢了钱了啊 我可以 我可以 愿意打打打打打啊 愿意慢慢打慢慢打 怎么做都怎么有理啊 赢了万事皆有理 但是如果第三口输了呢 那么我们前面第一口打的大的呢 我们还是有盈利的 所以我们也不要怕啊 心态也不会崩溃 如果第一口第一口输了呢 那么第三口我们赢的话呢 多少减少的损失 我们觉得一输一赢啊 我还是 这牌还是能跟得上我呢 所以我们会跟自己说好 稳定点心态啊 我就这个牌呢 还有机会 如果第一口打了三倍柱马输了啊 第二口呢我们不打 第三口呢我们又输了 那我们这时候就会提醒自己说 这个路呢 其实并不是说像我们所谓的好路 第一口蒙错了啊 第二口观察一下 第三口又错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说 这个牌啊可能是烂路啊 我们可能要谨慎的小心 下一手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 不会盲目的去用更大的筹码去追了 如果是第一口装啊 我们打错了 第二口呢 装又下了啊 第三口我们又打装啊 这个时候呢 又错了啊 闲出来了 那我们就说了 这种情况呢 我们第四口啊 一定要小心谨慎 我们不会跳到更深的坑里去 我们可能会观察两口 观察三口我们在下手 我们的心态呢 不会说像那些连书三手那样的人一样 变得很差 对自己押注的方向和注码失去控制 这个呢就是一个 我们通过百家乐前三口 培养我们心态的这么一个做法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呢 百家乐的前三口 不仅要打 而且呢 要通过我们前三口的打法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第一口随机打打大柱 第二口不打 因为如果你打错了 无论是发生什么情况 你都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心态 造成自己打第三口的时候不理智 在第三口输掉之后 可能会造成心态的极大崩溃 那么第三口呢 我建议打打小柱 或者是巩固胜利的成果 即使输了呢 我们在第一口赢的情况下 还是保持盈利 但是我们在第一口输了 第三口又输的情况下呢 我们只输了两口 我们会提醒自己小心 如果你口口都打输了三口呢 那对心态又有很大的损害 好了 这期视频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呢 我看一看差不多可以 上一些浏览器 把以前的一些打法 再和大家用模拟器演示一下 欢迎喜欢我频道的朋友 订阅、留言、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